在讨论12年国教的争议之前 先来预测一下 刚刚邱委员有预测了 一位姓朱的 可能是下一位的教育部长吗 有在争取 基本上就是说 学术界这个情况很多 尤其是今天你说 要争取一个重要的位置 有这个资历的 大概都做过校长旗 或者在学校里面 是望重一时的学法人物 所以你觉得他最有点 那当然 我觉得马英九必须要查 要明查了 我觉得很多事情 他完全都不搞清楚 然后用了以后捅出大楼子出来 我建议真的 不要说只要一个博士学位 然后有大学校长 明浴测是谁 曾志朗会不会再回来 我可不可以呼吁 曾志朗不可能 我呼吁找一个曾志朗懂教育的 我觉得不如找无情记后来 之前预测是谁 至少是教育界 我没有办法预测 我希望是懂教育的 有悲悯心的 有改革决心的人 我到时候就知道预测的准不准了 甚至能不能找一个 没有博士学位都可以吧 OK 为什么一定要博士学位 好 针对十二年国教的部分 其实在昨天前天特招了啦 我想邱委员 你有很多话要说吧 那当然这一次 因为舍连国教当时推出来的时候 那我的女儿刚好是舍连国教的第一届嘛 白老鼠 对 然后我的儿子是舍连国教之前 所以当时候 当时候妹妹就常在笑哥哥 说你倒霉啊 你还要考试啊 那我可以不要考试啊 结果没有想到 那舍连国教之后 他不但要考试 而且不是考一次 还考两次 而且考完会考以后 到考特招中间这一个多月 说实话 家长也辛苦 小孩也辛苦 为什么 你考完了会考以后 那个名额很小 很少嘛 那名额很少到最后 就变成有不服气 有忐忑不安 然后准备特招 那你知道人是一鼓作气 在额摔三额结 好不容易考完了会考以后 那还要准备考特招 那实际真的是很难啊 真的是度日如连啊 你觉得是有很大的问题 对 然后然后星期六考完了特招了 好到放卸下了重担了 我觉得这种快乐啊 今天就睡到12点才起来 好那那基本上就是说 我觉得啦 就是说你今天 在做一个教育制度改革的时候 你一定要事前搞清楚 你不要找一些在云端上面的人 那么为了一些政绩 那么就去搞这种所谓乱七八糟的改革 搞到最后未蒙其力 我们听到很多很多人居然连去补这么扯铃啊 雨球啊 通通都要补习 就为了争取加分 科展啊 所以他们都要去练科展 练科展要参加科展就可以加分啊 还有出去游学也可以加分 例如说我今天到到有名的大学到到温哥华去去游学几个月 可以加分好那像像我我我儿子啦 我儿子前几天就到伦敦到剑桥去游学嘛 那这个就可以加分 到南台湾去做乡下那种辅导也可以加分吗 好像都有 有各种加分的方式 还可以去买 有的有东西有补习班 这补习班还可以帮你去处理这方面的程序 多夸张啊就您所接触到的 然后要补很多很多 要学很多很多 我举个例子 为什么我刚刚一直讲说 请找一个真正懂教育 教育是个专业 不是有个博士学位或当过大学校就可以搞 当干部可以加分 所以以前大家是同学 大家选干部的时候是很轻松 自嫌的绝女吗 对 我没有 然后可是现在干部是用轮的 因为当干部可以加分 所以你也要我也要 不然的话老是摆不平了 再来当志工可以加分 所以现在甚至发生爸爸妈妈去当志工 抢着去当志工 然后希望被服务的单位 写名字写自己的小孩 就这样作假 然后作文像这次考试 作文因为是主观 很多主观的 可是他的比重占太大了 所以变得影响那个志愿 然后连志愿序填错都会被扣分 这样的一个错误 整个扭曲的一个逻辑思考 是怎么样的一种人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 12年国家 包括考试的制度 我真的不能理解 所以拜托 拜托 教育是百年大忌 你一定要找一个懂教育的人 直到现在都没有修啊 然后有风骨的人 一定要修 不修的话 我觉得国民党真的不要执政 那米连还是一样要免失的合作 对啊 细部的这个作业 而且我们刚听到 就是说那个连班长在班上担任干部 可能都要贿赂一下同学 才有办法来加分 就是把台湾的学风 担任过干部的 你就加分嘛 所以做家长的 在这种所谓的教育制度改革之下 做家长真的很可怜 我三个小孩 三个小孩年纪又很近 都是差一岁一岁一岁 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是一三种升学方式 一下课 一下课就开始要 这个送去补习 这个补英文绘画 这个补画图 这个打羽毛球 那个去游泳 这还真的有去补羽毛球 这个是这样啊 因为可以加分吗 对一个晚上 你可能每一个人 大概有三拖到四拖 然后没有补习的日子 还得请两个家教 在家里头 然后帮他们去处理这些问题 做家长的不但负担很重 而且非常的辛苦 而且这种教育制度 会造成的这个社会 越来越不公平 富者亦富 贫者亦贫 他就真的变成M型的社会 针对这12年国教 会不会影响台北市的选情 待会我们要来讨论一下 上回来